好 然后呢 我们经过啊 我们来讲个叫什么呢 叫这个内连接的啊 内连接的 ok 嗯 我们讲讲了这个 哎 在哪里呢 连接查询 对吧 连接啊 讲下这个连接查询啊 然后呢 我们讲下面这个啊 讲下面这个 ok 我们还是讲这个迪卡尔吉啊 迪卡尔吉 然后呢 这个迪卡尔吉的还没讲完啊 还有一部分 那我们来演示一些数据啊 演示一些数据 那我这边呢 有个叫部门 有个叫部门表的 对吧 有个叫部门表啊 还先不还不是讲这个什么呢 讲这里面的这个内连接啊 还是讲这个迪卡尔吉啊 那这个迪卡尔吉呢 我们再看啊 我这边有个部门表啊 然后部门表里面有 然后还有个什么呢 员工表是吧 员工表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部门的话啊 这个部门的话呢 这边有个什么呢 有个 id 啊 相当于是一个部门编号啊 怎么了 拍到没电子 发没电子啊 啊 在一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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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一个部门啊 部门的话 给他 买个 id 啊啊 i 赝 是一个应用手 然后呢 我们再看 这个员工 员工的话啊 我们这边也有个什么 有个叫部门编号啊 這個代表什么呢 部门编号啊啊 dpdp这个mr 代表一个部门编号啊 部门编号 好 那我们呢 先把这个数据啊 你先整出来啊 然后我们待会儿再来讲下这个成绩 好 那我们来到这里 来到我们的这个啊 在这个位置啊 那我们现在啊 我们这个先给他加个再加个啊 往下面 好 这一个啊 迪卡尔 这个啊 迪卡尔基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来这个 先来创建啊 先来创建个部门啊 我这个department的这个表 在我这个表里面有存在吗 没有 对吧 是没有 好 没有 我们就可以给他加上去啊 加上去 加了之后呢 我们呢 再来插入一些数据啊 插一些数据 好 我们插入什么呢 插入这个四个数据啊 我有 我有四个部门啊 一个是销售部 一个是咨询部 一个是人事部 一个是什么呢 技术部啊 我们这边来执行一下啊 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然后呢 这些已经打开了就不要了啊 不要之后 我们就打开什么呢 打开这个department 好 我这边是有什么呢 好 我这边是有四个部门 对吧 四个部门啊 四个部门啊 我先把它整到这里啊 我这边有四个部门 好 有四个部门啊 然后就把它放到这里啊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个数据啊 员工啊 那员工的话 我们把这个拷贝一下 把下面这个呢 拷贝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 我们再来这个 嗯 放到这里面啊 我们给它创建一下啊 创建一下 好 这是我初始化好的一些数据啊 好 然后右键的执行一下啊 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 OK 然后呢 有个员工是吧 嗯 没有吗 啊 我执行的时候是上面就创建员工这边没有什么呢 没有执行 对不对啊 所以啊 没有创没有创建成功啊 全选中啊 就创建这个员工表啊 也要执行一下啊 好 来刷新啊 哦 现在这边有个员工了对吧 员工 然后这边是有这一堆数据是吧 OK 把这个呢 拷过来啊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啊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这里啊 我这个员工表里面后面是有个叫dp number的 这个叫员工编号这个东西是关联我们部门的这个id的懂吧 啊 这个意思啊,那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边销售部他有这个 几个员工啊 是有三个对吧 啊 有三个员工啊 ok 好 那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个操作啊 我们来把这两张表啊 进行一个什么呢 产生低卡尔吉啊 就是那两张表进行什么呢 连接啊 两张表进行连接 好 那两张表进行这个连接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 我们先查哪一张呢 好 我们先查员工 查完员工之后呢 再来查个什么呢 这个部门啊 好 那我们在这边来做件事情啊 好 这边呢 是接下来要讲个迪卡尔吉的什么呢 过滤啊 是一个这个迪卡 迪卡尔吉的什么呢 过滤 好 那我们呢 来让这两张表啊 进行一个迪卡尔吉啊 我们写一个select select之后呢 我们写个新啊 然后写个flow 写个这个flow 好 然后后面这边呢 就写个员工表啊 in ploy 实际是这张表的啊 不是这个 呃 只有三个单词啊 好 然后我们这边来个逗号啊 逗号然后再来写个什么呢 这个 部门表啊 就写个departement ok 好 那那你这样写就是产生迪卡尔吉是不是 那这个迪卡尔吉会有多少条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像这个呢 有四条记录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员工的话有多少条呢 11条对吧 11条那最终呢 它产生的这个迪卡尔吉是怎样呢 就有多少条啊 就44条啊 对吧 好 那那你可以看到它下面的这些数据啊 它下面的数据就是这样子的 Tony 一个Tony 它是对应多个部门呢 对吧 ok 好 你看啊 这边 这是产生迪卡尔吉啊 但是呢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生的迪卡尔吉啊 是不是有些数据是不正确的 对吧 好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Tony 那Tony 他的这个迪卡尔吉啊 他实际上要找的是找销售部啊 对不对 他不是要找什么咨询部 人事部或者说技术部吧 因为他对应的是什么呢 销售部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过滤掉一些什么呢 无用的迪卡尔吉啊 那怎么来过滤 过滤是 过滤一些无用迪卡尔吉呢 我们只要加个条件就行了 就说你这个 这个员工表明里面的number 这个部门 部门编码啊 number是要等于我们这个部门 表里面的这个ID啊 如果这两个是一样的话 它是有效的数据啊 否则就怎样了 无效的数据对吧 好 那需要怎么写呢 好 那我们就给他加个条件啊 那我们给这两张表啊 取个别名啊 一个写个E 一个写个什么呢 D啊 取一个单词啊 给他取个别名 好 那取个别名之后呢 那我们是不是希望说 呃 我们希望说什么呢 我们希望说这个 这个 这是个什么表啊 员工表就是啊 就是要员工表里面的这个 第一批number啊 部门这个编号 是等于我们就销售部 呃 等于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个部门表里面的这个ID啊 对吧 等于的话 他就会把一些无用的迪卡尔吉啊 给过滤掉了啊 所以呢 我们这边是怎么写的呢 啊 是这么写啊 后面这边加个条件啊 加个什么呢 where where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这边就写个一点什么呢 员工表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部门 这个编号对吧 啊 要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这个部门表里面的什么呢 ID好 那你这样写的话呢 OK 那到时候呢 他就会匹配出什么呢 我们想要的数据啊 不会产生过多的冗余数据啊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啊 OK 你看有多少条记录呢 有11条对吧 OK 有11条记录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员工里面 就是有11条数据啊 然后每个员工 是对于每个部门的 对吧 接下来你要看一下这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就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啊 OK 接下来你会 Tommy 他是对于对于销售部啊 Lucy就对于也对于销售部 对吧 然后Amy就对于咨询部啊 对吧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迪卡尔级的一个过滤啊 我们加个什么呢 well条件 怎么做呢 我们要给每一张表啊 都给他添加一个什么呢 添加个别名 是吧 好 这个东西啊 这个字代表添加个别名 懂吗 不加别名 不加别名是吧 就把一换成原样的 这样 OK 好 我们来试一下啊 不加别名 好 我们这边都不加别名 对吧 不加别名 好 那我们来这一个运行一下啊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边 他可能就会怎样呢 他可能就是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要那个表上 那个 后面那个 原刀表点 就一换成 啊 是两个一模一样的 对 把这个放过去 就是说你一换成 就是把字母一换成整个单词一模一样的 这样子是吧 对 然后把它放成这样子的是吧 OK 好 来这个运行 这样可以啊 这样可以 但是这样写的话呢 就以后呢 后面你的条件多的话啊 你要写很多的这个字 对吧 就稍微多点 对吧 多点啊 这样这种也可以啊 好 一般的话我们都是用什么呢 用上面这种写法啊 因为这种写法的话呢 比较什么呢 比较省代码啊 比较省代码 OK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过滤啊 这个过滤的话呢 接下来啊 我们再来讲他的另外一种写法 OK 另外一种写法是什么呢 你看我这边是加了一个信号 对不对 这个加了个信号就代表它会显示 两个表的列啊 我们两个表示总共有五列啊 对吧 好 那有时候我们不需要显示那么多列 对吧 不需要显示好 你看啊 这个工这个是重复的 对吧 我们只需要显示一个就行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哪会重新写下这个信号啊 这个信号呢 比如说我们要我想知道员工的员工的这个ID啊 我们写个一ID就代表员工的ID啊 我们这边取个别名啊 叫什么呢 叫这个员工的什么呢 ID啊 然后呢 我们这边写个逗号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写个名字是吧 这边就写个一这代表代表什么呢 代表员工这张表里面的这个字段啊 那好 因为有时候你看一下 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呃 我的这个什么呢 员这个员工表和这个部门表 他们是不是有相同的字段呢 你看这边是出现一个NAM1了 你看一下啊 我这边销售部是不是有个NAM啊 我这个员工呃这个是什么呢 部门表有个NAM对吧 然后呢我这个员工员工表里面是也有NAM嘛 对吧 所以呢我们在在这个写的时候啊 我们最好给他取个别名啊 取个别名 好 那我们这边写个一点NAM啊 代表员工表里面的名字 那他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是员工名字是吧 员工名字啊 OK也就是姓名啊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写个逗号啊 再写个逗号 然后呢我们要 我们想知道一下这个什么呢 这个呃 部门的编号啊 部门的编号就是这个ID啊 或者说是这个DPNAM啊 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啊 我们可以写个D点什么呢 ID就是什么呢 D点ID就是谁呢 D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后面这边就是部门那张表 对吧 部门表里面那个ID啊 那我们就给他说他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部门部门这个编号啊 部门的这一个编号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这边再来写个逗号啊 然后呢我们还好啊 D里面也有个什么呢 D就是我们的部门表啊 部门表里面是有也有NAM属性啊 好那属性的我们这边就写个什么呢 就写个部门什么呢 名称是吧 OK好 那一般你看 我们这边写的时候是太长了 对不对 太长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啊 可以给他来个换行啊 把它对应来个换行 比如说Select换一下 Front换一下 Well换一下 换一下行啊 OK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这个执行啊 好你看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数据 我看起来就更加直观了 对吧 OK好 那这边啊 是我们迪卡级过滤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给这些字段呢 取个什么呢 别名啊 OK